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陶大宇用新歌《虚酒衰气》 人气性收入针,但继续省 陶大宇最近推出何年串销歌 《鸿陶大宇喜迎春》 今天现身《花虚宣传》 他很开心有属于自己的歌 还用了一个下午就录完 以他的资质来说算是很顺利 大宇原本计划在《花虚》拍MV 但因为疫情影响而延期 他唯有亲身到《花虚宣传》補售 賀年歌中保留了他《虚》一声的特色 但就有粉丝而不够多 原来最初版本是没有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特色一定要有 就好像是这首歌的灵魂 希望虚一声保持声势 虚酒衰气 大宇人气急升 工作又多了 但他没有计算收入多了多少 又不会因为赚多了 就心恨恋地花钱 无线金陈欣德与李佳琛合照 洛逆玲这样回应 Ali被爆出和松草大王陈欣德 Mark 被戀超过一年 Ali就事件在IG story澄清 强调和Mark没有发展过任何关系 本身Ali会出席Mark公司旗下的活动记者会 而Mark说因为无线一些不合理要求 主动表示不用Ali出席 Mark说无线通知他 如果Ali出席记者会不可以和他合照 连大合照都要分界一段社交距离 他觉得不被尊重和不合理 Mark很生气地说他有自己的立场 这是TVB的问题 他们译出了投诉信 他表明会抽出所有无线广告 我想乐宜宁自己交代一下 乐小姐后就事件回复传媒 说无事已安排了旗下艺人出席 公司一向和各个广告客户保持良好关系 亦在媒体报道看到活动上有不少艺人亮相 场面热闹 至于艺人在公司工作以外的商业活动 保护和尊重艺人意愿 都是经理人的基本责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